那我們上次上到的地方是二十二頁 第一堂的二十二頁 那看看時間,如果時間上可以的話 我希望今天可以上到第二堂的工作規則完 所以我們會稍微趕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二十二頁下面的相關考題 簡單帶一下 這題算簡單,主要是要讓大家釐清 就是我們今天關於離職後經驗禁職 第九條之一的相關規定的運用 我們會簡單看一下 甲與A公司擔任城市設計師 A公司在僱用甲時,乘與其簽訂禁業禁止約款 約定甲在離開A公司後兩年內 不得置其他公司從事城市設計工作 如果違反,需賠償A公司信貸幣100萬元 甲在A公司服務滿一年後 因與其主管不合而離職 離職後一星期 甲級被A公司僱用從事城市設計工作 A公司得否因此主張甲違約 同學其實這一題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主要是在考我們勞動基準法的九條之一 離職後經驗禁止的相關規定 同學我們簡單一條一條來帶 同學我們還記不記得上次我們有教 就是第一 有四款 第一款主要是我們討論的事就是有無 我們今天雇主有無受保護的正當利益 同學簡單參考一下 所有保護的正當利益 再來我們有看到 就是同學第二款的時候 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 擔任的職務必須要是能夠接觸使用 營業密密 九條之三 同學這個算是一個小重點 同學一定要掌握第三款 沒有預約我們所謂的合理範疇 限制沒有預約我們所謂的合理範圍 寫個range 再來我們第四個是要有所謂的合理補償 同學我們簡單的一個一個看 同學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們在於神就是我們正當營業利益的時候 我們是以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去定義他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簡單看一下 這個題目 有無受保護的正當利益 同學他在這個地方 假設他是擔任城市設計師 那城市設計師 依照我們之前講的營業秘密法 我們在這個地方簡單帶 原則上城市設計師關於這個城市設計 我們通常依照營業秘密法第二條定義 它是符合我們這邊的要件 我們符合我們這邊的要件 同學我們簡單往下看 下面這個地方 城市設計師對於我們之前我們曾經講過 我們需要他擔任的這個職務 他擔任的這個職務 跟今天雇主想要保護的這個城市 跟這個城市 同學他是能夠接觸的 一定的 工程師跟他要設計的城市 一定是屬於一個可以接觸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地方同學 第二個要件是符合的 同學重點來了 同學在這個地方同學看一下 同學看一下考題第二行 他在這個地方他有約定 今天約定假他在離開公司後 兩年內不得至其他公司從事 城市設計的工作 同學在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我們曾經 在上一次我們有講過 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 在限制這個合理的這個範圍裡面 今天我們有特別 上次有特別講到 我們必須在區域上面 同學在區域 是職業的 適用的對象 這些同學都要具體明確 然後到具體明確的程度 同學可以簡單的往前翻 簡單的往前翻 我們上次有介紹一個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同學他這個題目上面 他所示的這個 不得至其他公司 從事城市設計的工作 很明顯沒有符合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所要求的合理範圍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他並不夠具體明確 所以同學在這個地方 他就非常有符合 再來同學 往下看 合理補償 合理補償我們在 104年修法的時候 我們之前同學還記得 我們有講過 有五要件說 四要件說 三要件說 那修法後 我們明顯是裁的 同學四要件說 四要件說 四要件說跟三要件說的差別 在哪裡 同學就是在這個合理補償 合理補償的有無 需不需要 這個合理補償 它今天它是不是 是不是屬於一個必要性的要件 它是不是必要性 那我們到最後 食物上面裁的 他就肯認 今天合理補償 是四要件之一 今天一定要有合理補償 你今天 才可以去跟你的員工 主張這樣的離職後 經驗禁止條款 是有效的 那同學我們簡單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很明顯 它在這個地方 它有沒有提供 員工相關的合理補償 針對於合理補償的補償範圍 同學也是一樣 上次我們有 在那個表裡面有帶 它是綜合考量 綜合考量我們事情記者的那三款 同學這個地方就自己去覆 自己複習一下 那同學 這個題目很明顯 它今天它沒有提供 它並沒有提供我們所謂的合理補償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 它只有所求什麼 就是同學可以看到第三行 它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今天 你受固人 如果你違反 你必須要補 要賠償A公司 信財幣100萬元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只有什麼 它只有鎖賠 它只有要求賠償 它並沒有給予員工 合理的補償 所以在這種情況 既然它是要件之一 那這個要件一旦不具備 那同學我們依照第九條之一 第九條之一 要件第九條之一 第三項 我們會認為這樣的約定 是無效的 因為它沒有具備第四個要件 所以我們依照 同學 第九條之一第三 第三項 還是無效 這樣的約款是無效的 無效的結果就是 同學今天 勞工它並不受 不受當初跟雇主所簽訂的 這個離職後經驗禁止條款 的效力拘束 無效 那同學在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特別去強調 為什麼我們今天 在這個地方簡單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我們賠償 這個賠償 它會是一個生肖要件 同學其實我們 上次也有講過 就是同學可以簡單的 從 從整個 經驗禁止的體系 以及它對於我們勞工 還有雇主 所限制的 所限制的相關權益 比如說它限制的勞工的工作權 限制的勞工選擇自由 在這個地方簡單寫一下 比如說 我們上次有講到 今天 你的經驗禁止 你會限制到 你會去限制 你限制的勞工 職業選擇自由 你限制的勞工 職業選擇自由 一旦限制的勞工 直接選擇自由 那你相對的 你一定會去影響到 就是 去影響到勞工的 一個 賴以為生的 這樣的一個 生存上的 生存 上的經濟 這樣的經濟來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一旦限制的勞工 職業上面選擇自由 你就 可能會讓勞工 生活無以為繼 不利益 這個地方簡單寫 同學可以簡單參考一下 同學這些都是 你今天 如果去 依照 經驗禁止 依照經驗禁止下面 你可能會對勞工 帶來的相關的不利益 然後同學可以發現 今天這些不利益 這些不利益的存在 全部都是為了什麼 全部都是為了要去 全部都是為了要去實現 實現什麼 同學 首先雇主 雇主他營業上面的利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大家同學可以看 可以看 可以了解 今天我們在 為什麼我們今天 我們在